喜欢三国的朋友 在读到曹魏历史的时候 肯定对曹魏政权的八虎齐五子梁将非常的熟悉 八虎齐和五子梁将 都是因为在三国制之中列为异传 却都是战功显著 出类拔萃的人物 背后是尊称的人物 八虎齐又称八虎将 是指三国时期曹操部下的八位宗亲将领 分别是 独眼将军夏侯敦 虎不关又夏侯渊 有天人之称的曹仁 虎抱其同龄者曹春 京中旧主的曹弘 千里居曹修 若未复兴出当爪牙的夏侯上 抗蜀名将曹真 这八位将领或是在曹操创业时立下汗马功劳 或者在曹批曹锐时期镇守一方 可平智勇 独当一面 为后人所崇敬 五子梁将 又称谓五子 是指三国时期 曹魏势力的五位将军 即前将军张辽 右将军越晋 左将军于晋 正熙车旗将军张和 以及右将军徐晃 需要说一下 八虎齐和五子梁将 都是后世人的称呼 那曹魏势力之中 除了八虎齐五子梁将 还有没有其他不可忽视的名将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 相比之下 还是曹魏势力的名将 基本上有很多的 这是蜀汉势力和孙吴势力不能匹敌 保镖大将 点为何徐楚 点为何徐楚 都属于曹操的亲卫大将 所谓曹操重军的代表人物 都属于勇猛之将 一个当官万夫莫开 点为因为死得早 完成之战就因为就曹操死了 有点可惜 徐楚 一直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立下不少功劳 当曹操去世时 徐楚哭至吐血 曹劈气签坐五位将军 负责宫中安全 曹瑞继位是封其为谋香侯 不久去世 是约撞侯 屯田大将 人俊和邓爱屯田制 是曹操麾下的早知 和韩昊率先提出来的 实行者包括人俊和曹魏时期的邓爱等 曹操与他奠基的曹魏政权 整合军屯与民屯 在各地设立田官专门负责屯田 屯田制逐步确立后 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钱粮收入来源 同时也解决了屯田军民本身的生计 为曹操统一北方 奠定了基础 中军大将 韩昊和史幻 韩昊和史幻 因忠勇而闻名 都是曹操的心腹将领 被我以执掌进军的重责 都是中户军大将 豪族大将 李典和李通李典 李通是地方土豪出身 家族势力很大 自带几千族人 投靠曹操 官渡之战 皆有战功 曹操手下重用将领 李典的成就高于李通 防御大将 好招和蛮宠好招 少年从军 屡立战功 逐渐晋升为杂号将军 后受曹真的推荐镇守陈仓 防御蜀汉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为好招所祖 劝降不成 昼夜相攻二十余日后 被迫退军 蛮宠 以执法严格著称 转任汝南太守 开始参与军事 曾参与赤壁之战 后官宇围攻樊城 蛮宠协助曹人守城 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 后期层层负责荆州和扬州的队伍作战 边疆大将 田玉和千昭 田玉和千昭 都是坐镇边疆 魏镇北疆的名将 陈寿 千昭威风远镇 致边之称 赐于田玉 百姓追思之 田玉居身清白 贵略名裂 千昭秉壮烈 魏即显著 而欲魏指小舟 昭中乌俊首 魏晋齐用也 地方大将 郭怀 文聘 赃霸郭怀 文聘 赃霸分别是地方大将 郭怀 是西县大将 防御蜀汉 跟着夏侯渊多次击退蜀军 文聘 南县大将 镇守江夏 荆州方面防御孙吾 赃霸 徐州方面大将 多次击败孙吾大军 明镇江左 我会判了 我会灭 智能 的 我会变成 我会变成